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被试估计法应用在医学的检验的问题上面 我们就直接采用的是 被试估计法的一个 就是条件几率的方法来应付这个题目 我们来看看这个医学检验的问题 假设女性在40岁之前 得到乳癌的几率约是1.4% 也就是千分之十四 研究显示 如果女性没有罹患乳癌 没有乳癌 我们要去做的是乳房摄影的一个检验 会不会有可能错误呢 有可能 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假情报 那么她得到的癌症的几率会大约是10% 就是错误的几率了 另外一个 真的有得到癌症 然后我们用乳房摄影的这个结果的话 将会有75%的这个几率会增测出来 那也就是说 她也不是每个都增测的出来 好 那现在假设有一位女性 乳房摄影了 她发现是阳性 有哦 她们认为说可能是乳癌 那么真的得乳癌的几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事前几率 这是事前几率 它的意思就是说 根据过去的经验 40岁以前 有千分之十四 就是百分之1.4的几率是得到乳癌的 那么也就是有百分之98.6 它是没有乳癌的 这件我们要必须要知道 然后真实的情报 这个是个条件几率 没有乳癌 结果验出乳癌的0.1 确实有乳癌的 却又验出了事乳癌的几率 是75%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题目厘清之后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条件都列出来 什么叫做事前几率呢 就是我们先假设这个A事件好了 A事件就是得到乳癌的几率 就是多少 就直接写出来 A代表的是得到乳癌的事件 那么PA是多少 我们应该可以算得出来了 PA是百分之1.4 就在这里 也就是我们全部把它写成了 小数点的符号的话 这边是0.014 就是百分之1.4 那么PA'就是说 没有得到乳癌的几率 那就是0.986 这是它的这个叫做鱼事件 这两个加起来要是1才对 那么现在 这是得到乳癌的 那么B呢 B是一个什么事件 就是摄影 乳房摄影 现在B代表乳房摄影的话呢 为阳性的事件 那么我们把条件也列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 没有乳癌 可是发现是阳性的 几率是多少 0.1 所以在 A'就是所谓的 没有的前提之下 得到的几率 夹情报的几率 0.1 那么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是什么呢 真的是有 真的是有 就是A的发生的前提之下 然后又阳性的 那就几率就是0.75 这个是真的有乳癌 然后阳性的几率 0.75 好 那现在题目问什么 题目问的是 已经是阳性了 已经是阳性的 是前提之下 阳性的前提 是不是B 那么得到乳癌的几率是多少 他要问的是这个 来我们来写 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 这是事后几率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条件几率的写法 把它展开来 这是条件几率 是不是 这是条件几率 其实这个条件几率就是被试定理 但是我们写法不太一样 现在我们因为B的这个B PB我们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么我们就避开 我们用的是条件几率的 横式的写法 这边的话 就写成上面写 PA乘上A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这个是已知的 各位同学看一下 PA是不是知道 知道 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这个知道 现在PB 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分成的 一个就是两块 A交集B 还有A'交集B 然后再继续写 写成什么 写成的是 这也是条件几率 这个就跟上面一样 这跟上面的一样 这个是 它的另外一个余式件 来我们写了 PA就直接写了 0.014 上面这个是 0.75 填下去 这个跟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 加上 这是什么 这是 PA' 乘上 P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所以这是这两个相乘 好 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0.09624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事后几率 这是经过了我们的 被试的 这个估计的方法 这个得到乳癌的几率多少 因为他这个是 已经知道的是阳性了 那么 再得到乳癌的几率 发现只有 9%而已 9.6%而已 事实上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他这个地方 假情报的几率 有这么高 这个这个是真的有的话 也有可能会验错 这个时候 差不多只有 不到一成的几率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 要了解 这个观念 是被试的一个观念 事后几率跟事前几率的 一个计算的方法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练习 让各位同学比较熟悉一下 现在我来做的是一个 心肌梗塞的题目 医学上面 我们常常用心电图 来做一个筛减 这个心脏的疾病 那么根据统计 我们利用心电图 来做发现心肌梗塞的 90%的心肌梗塞 可以由心电图筛减出来 意思就是说 这个心电图 是不见得能够把 所有的心肌梗塞的病人 都能找得到 那么也有5%的健康者 他的心电图 会误判为心肌梗塞 当然有可能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说什么 假设某一个城市 有0.2% 就是千分之二 一千个人里面 有两个 是有心肌梗塞的 那么 请问说 若某人的心电图 已经发现 有心肌梗塞了 这个是 已经有了 阳性了 反应了 那么 真正的有心肌梗塞的 几率是多少 那么 我们来看 这个的事前几率 是多少呢 事前的几率 根据过去的经验 这里是事前几率 0.2% 现在我们先 把这个事前几率 A的前提 写出来 事前几率 就是 有 这个 有心肌梗塞的人 有心肌梗塞事件的 PA多少 0.2% 就是 0.002 那么 PA' 是不是就可以 写出来了 这是 0.998 就是 没有 这个 心肌梗塞的 那现在题目 问的是什么 现在我题目问的是 已经知道的话 跟心电图有关 那么我们要 知道说 另外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就是 心电图 的检查 是 判定 是有问题的 这叫做什么呢 阳性事件 就是说 心电图认为 出现了 心肌梗塞的 这个事件 叫做B 那么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 条件几率 来 我们看这个什么 90 90% 就是0.9 心电图 筛检出来 就是 我们 可以 由心电图 的方法 的方法 算出来 就是 在 已经有了 心肌梗塞了 然后 又是阳性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 条件是这样子的 有心肌梗塞 得到阳性 的几率 0.9 那么 还有一个 这是 好好的 没有心肌梗塞 他也给他 算成阳性的 那几率多少呢 0.005 没有 这是健康的 得到了 他的话 会判定为 心肌梗塞的 0.005 好了 这样一些 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我们的目标 就是说 我们要算的是 事后几率 已经 有 这个是 判定为 心肌梗塞 就是心电图 的前提之下 心电图 判定了 然后 现在我们要算的是 真的有心肌梗塞 是多少 这是 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 好 那我们现在 把它写出来 利用什么 用条件几率 来先列算式 这是条件几率 那后面 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了 这边应该是等于 PA乘上 P 这因为 B不知道 这边都是B 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把它全部都展开来 这是我们的 背识定理的公式 当然不能死背 那 我建议各位同学 是采用的 就是用条件几率的写法 然后再用 条件几率的展开 这样子的写法的话 背识定理 才会比较容易的记忆 现在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PA是多少 0.002 那么A的前提 B发生的几率 0.9 来填下去 这边是上面的部分 这边照抄 然后再乘上 这两个相乘 再加上 0.998 乘上 0.05 那么 这个算出来多少 3%左右 4%都不到 则他真正患有心肌梗塞的几率 不高 不高对不对 这是事后 不高 事前跟事后都不高 那么如果说 心电图 这个是一个初步的筛减 假设是真的 心电图判定有心肌梗塞 那应该要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检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事后几率只有3%左右 只比这个原来的事前几率千分之二 是高不少了 但是还是很低了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这个被试估计法的一个的立体 那么同学必须要了解 什么叫做事前几率 被试定理的这个内容 你们也一定要把它熟练 用条件几率的方式 把它列式子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熟练 那么被试估计法 这个我们再说一次 在医学的检验上来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商业的谈判上面来说 也是常常会用到的